叫做苗博雅 我是穿好他宵舍 但是人家穿著 不敢說他宵舍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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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他宵舍 鐵抗位者助長 民眾黨不分區立委候選人林國成 突然冒出這句點評 當事人苗博雅不滿反擊 覺得很草包的言論 而且在一個主張進步 主張平等的政黨 怎麼會有不分區的候選人 公然的做這樣的事情 這通常是匿名側翼才在做的事情 是匿名側翼才做的事 苗博雅一句話吐槽民眾黨 這樣的言論出自排名第六的 不分區立委人選 其他人也看不下去 質疑民眾黨的核心思想 究竟是什麼 這就是民眾黨在性別議題上的價值 就是不願意尊重多元性別 批評他人的性別取向 黨內提供更多的性別相關的培訓 意識的培訓 因為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當這個社會不夠友善 當他們踏入公共決策的領域的時候 他們也並沒有帶著這樣子的知識 跟視角 力推性別平權的單位 直言政黨應該加強性別平權 林國成以穿著嘲諷性別 讓網友批評有夠沒水準 質疑黨主席柯文哲 本身就各種歧視 下面的人可想而知 還有人直言 民眾黨沒有人了嗎 為什麼這種人可以排部分區 那麼前面 惹出爭議後 林國成在臉書之前 他表示對於過去議會同事 表示歉意 自己提到苗博雅議員 用詞不精確 並無他意 民眾黨從主席到部分區 多次採性別平等紅線 也難怪被要求 協詢一下台灣民眾黨的姓平部 三宿的張文宣 旭宣 高雄台北 綜合報導 人公子 規定 阪 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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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